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交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Ciao,同学们,大家好呀 那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十节课 我们整个课呢,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 同学们是不是有点小小的自动 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呢,能上到现在 可是非常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 先复习一下之前内容 首先呢,我们先来读一下上一次我们觉得后半段的课文 Si, sábado sera, siamo andati in discoteca Abbiamo parlato un sacco e siamo tornati dopo le tre Allora, ieri non sei uscito, imagino Invece si, nel pomeriggio sono andato da Paula a guardare la tv Verso le otto però Lei ha avuto l'idea di andare al cinema E così siamo usciti in gran fretta Pensa che siamo entrati in sala un minuto prima dell'inizio del film Dai! Un fine settimana intenso insomma B si ma anche divertente 好,大家在读课文的时候 是不是能把中文意思很顺利的翻译出来呢? 如果说是的话,那么很好很好 说明你有好好在复习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一节课我们学过的新单词 Ba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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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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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sacco Un sacco Un sacco Imagin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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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tta Fretta S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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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so Intenso Insomma Insomma 好,那么既然课文学完了 大家应该都记得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了吧 很好,就是Faciamo un riassunto 还是这样 按照以前我们的惯例就是我给你们中文 然后我们一起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 那么大家先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周六 Lidia和Janna一起出去了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啊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这个进过句式了 所以说我们在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换时态啦 不能全部用现在式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起出去了 出去 这个动词我们应该用 usir 那么它的助动词 我们上前一课讲过了 是用esser的 因为出去是一个位置移动的词 所以说我们用esser做助动词 那么Lidia和Janna一起出去 就是Lidia e ushita insieme a Jana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Lidia e ushita conjana 或者我们可以 Lidia e Jana sono ushite 很好 我们这里有三种说法都是可以的 那么注意一下 用esser做助动词的 动词呢 它在变成过去分词的时候 要注意 要变信数 那么我们这句话 还有一个周六 所以我们再加上一个sabato 连起来这句话 sabato Lidia e ushita insieme a Jana 或者sabato Lidia e ushita conjana 或者sabato Lidia e Jana sono ushite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他们去购物 然后他们在古老的格莱克酒吧喝了一杯咖啡 那么购物我们都学过了 此组是farespeze 那么他们去购物 我们这里讲一个去做模式 讲了好多遍了 就是andare a fare qualcosa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去购物就是 sono andate a fare speze 注意andate 好后面 然后epoi 他们喝咖啡 那么就是ano bevuto un caffè 在哪里呢 a lantico caffè greco 好 那么这句话连起来我们就是 sono andate a lantico caffè greco 接下来下面一句话 周日Lidia去了她的一个同事家 待到了半夜十二点 那么去同事家 我们先用动词原型说 就是andare da una colega 那么她的一个同事家 我们这里学过了物主形容词 她的同事就是una sua colega 好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变成进过句实 就是Lidia e andata da una sua colega 后面待到了半夜十二点 那么待这个动词我们用 rimanere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过了 rimanere表示一种状态 所以说她的主动词也应该是用essere 所以她待到半夜十二点就是 e rimasta 注意一下这里 rimasta是rimanere的过去分词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过去分词 所以不规则过去分词 同学们也要看一个记一个 那么我们这里待到了半夜十二点 就是e rimasta fino a mezanote 那么这里fino a 应该大家都会 那么就是直到 好那么整句话我们连起来 Domenica Lidia e andata da una sua colega ed e rimasta fino a mezanote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句话 周六晚上 Enzo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了迪斯科舞厅 那么周六晚上 Sabato sera Enzo和他的朋友们 他的朋友们 我们讲过了 这里要用到物主形容词的一个复数的形式 他的阳性复数呢 就是soi 所以他的朋友们就是 i soi amichi 后面一起去迪斯科舞厅 那么我们可以说 sono andati in discoteca insieme 那么连起来这句话 Sabbato sera Enzo e i soi amichi sono andati in discoteca insieme 下面一句 他们三点之后回家 那么回家我们用动词 tornare a casa 那么这里 tornare也是一个表示位置移动的词 所以主动词用essere 所以他们回家就是 sono tornati a casa 好 后面三点之后 我们知道就是dopole tre 连起来这句话 sono tornati a casa dopole tre 接下来 周日 Pola出了一个去看电影的主意 哎 上节课我们讲过 有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主意 我们是 avere l'idea di fare qualcosa 对不对 那么这里avere 我们要把它变成过去式 就是它过去有这样一个主意 那么avere的过去式应该是 a avuto 注意一下 他的主动词是他自己 那么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两个主动词 avere和essere 他们的主动词啊 都是他们自己 也就是说avere的主动词是avere essere的主动词是essere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他出了一个去看电影的主意 就是a avuto l'idea di andare al cinema 那么整句话连起来就是 Domenica Paola ha avuto l'idea di andare al cinem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句话 他们在电影开始前没多久进入了大厅 那么没多久 我们这里只要用一个单词就可以了 我们用一个poco 那么在什么什么之前 用prima di 对不对 那么电影的开始 我们学过了 就是inicio del film 所以说电影开始前没多久 我们就可以连起来说成 poco prima del inicio del film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进入大厅 进入我们用动词entrare 那么进入也是一个表示位置移动的词 所以它的注动词我们是esere 所以他们进入大厅就是 sono entrati in sala 好 整句话连起来我们就是 sono entrati in sala poco prima del inicio del film 好 那么这个reassunto呢 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 是我们乘上旗下的一节课 所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 上一节课 我们讲过的一些 用avere和用esere 做注动词的动词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做一些练习 我们把括号里面的 这个动词原型 变成它的过去式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这些题目呢 其实是书上第56页的一些题目 那么老师把它们的顺势打乱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这里每一个单词的注动词 分别应该是什么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come mai voi pensare di dare una festa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 come mai 是怎么会的意思 后面 pensare di fare qualcosa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考虑做某事 那么做什么事呢 dare una festa 那么这里就是举办一个聚会 那么这里我们把 voi pensare变成它的 进过去时 那么pensare 我们这里看到了 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但是 它是用avere做入动词的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 avete pensare 连起来这句话 come mai avete pensare di dare una festa 好看一下第二句 stefania partire yeri sera per la germania 这里我们这个词组 已经学过了 partire per 出发去某地 那么这里 la germania 就是德国 好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stefania 昨天晚上出发去德国 好那么这里这个出发 我们想一下它的 注动词应该用什么呢 是不是有个位置的移动呢 所以说这里的注动词 应该用essere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把partire 变成he partita 所以连起来这句话 stefania he partita yeri sera per la germania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三题 yeri patrizia non usire digada 那么这里就简单了 usire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它是一个出去的意思 那么是位置移动吧 所以说注动词用essere 所以 把usire变成he usita 注意一下 usita 要变阴性哦 因为patrizia是个女生 好那这句话 连起来我们就是 yeri patrizia none usita di casa 好第四题 l'estate scorsa noi andare ad amalfi 那么这里 amalfi是 nāpoulos nāpoli 附近的一个海岸线 我们叫它amalfi 那么这个l'estate scorsa 意思就是去年夏天 那么我们去了amalfi海岸 那么去我们也讲过了 它是位置移动啊 所以说注动词用essere 那么noi siamo andati 或者andate 根据这个说话的人 是阴性还是阳性 我们来判断这个andati 后面的是i 还是e 好 那么这句话连起来就是 l'estate scorsa noi siamo andati 或者andate ad amalfi 第五题 cara e pina l'avorare fino alle cinque 那么这个l'avorare 我们讲过了 它是一个用avere做注动词的 不及物动词 所以这句话 我们应该是 cara e pina ano lavorato fino alle cinque 这里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们工作直到五点 那么意思应该很简单 那么我们就接下去看第六题 due giorni fa julia vendere la sua machina vendere这个动词 我们已经讲过了 都知道它是用avere做注动词的 好 那么due giorni fa 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还记得呢 一段时间加fa 就表示多少多少时间以前 那么due giorni fa 就表示两天以前 那么两天以前 julia干什么呢 a venduto la sua machina 卖掉了他的车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 a que ora tornare ierino de carla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 你昨天晚上是几点回来的 gara 那么这里就是 把tornare变成 sei tornata 注意一下 要变成sei 这个人称 因为是你 什么什么时候回来 好 后面tornata 注意一下 它是阴性 因为garla是个女生 接下来 第八题 se non zvaiyo i o arrivare are nove in punto 这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意思 这个se non zvaiyo zvaiyo 动词原型是 zvaiare 意思是 弄错 搞错 那么se non zvaiyo 意思就是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后面 arivare 是一个到达的意思 那么它是有一个位置移动 所以它的主动词是esere i o arrivare 我们就要变成 sono arrivato 或者arivata 好 后面are nove 大家都知道是九点 那么in punto 就是指准时九点 也就是九点整的意思 所以我们以后学会了 如果我们想说几点整 就是are 加数字 再加上in punto 好 整句话连起来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就是se non zvaiyo i o sono arrivato 或者arivata are nove in punto 好 dicioti letizia dove comprare questo vestito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letizia 你是在哪里 买的这件衣服 那么我们把 comprare 变成过去式 就是 hai comprato 所以这句话 letizia dove hai comprato questo vestito 好 最后一句话 un anno fa io visitare san pietro 这里的 san pietro 指的就是我们之前 讲过的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那么un anno fa 刚刚讲过 多少多少时间加fa 就是多少多少时间以前 所以un anno fa 就是一年之前 那么visitare 是一个集物动词 那么集物动词一定是用avere做住动词的 所以是o visitato 好 整句话连起来 un anno fa o visitato sanpietro 好 这十道小练习 不知道有没有难道大家呢 那么今天啊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就来完整的总结一下 什么时候用住动词avere 什么时候用住动词esere 那根据我们上次讲的那一些一丢丢的内容 大家是不是发现 其实用esere做住动词的动词 其实比较少呢 的确是这样 那么我们同学们记起来的时候呢 只要把用esere做住动词的动词记住 剩下来的就用avere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归纳一下 哪些动词是用esere做住动词的呢 首先是关于一些表示位置移动的动词 比如andare 去那么它的过去分词就是andato 规则的 venire来 过去分词是不规则的 注意一下是venuto 不是venito 是venuto 接下来 还有比如partire tornare entrare usitornare reentr jungere 那么这里这个jungere的意思呢 是追上感受的意思 那么它的过去分词是不规则的 junto 那么我们来造一句句子 我昨天八点回到家 那么我到家就是sono tornato a casa 八点 ale otto 所以连起来 sono tornato a casa ale otto 好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动词呢 是关于在处于某种状态 或者地方的动词 比如说stare 待在什么地方 rimanere 停留在什么地方 那么注意一下 rimanere它的过去分词是不规则的 rimasto 还有比如restare 也是表示待在什么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来造句句子 我们从来没吃过意大利 那么我们就是 从来没有呆在过意大利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呆我们就用stare这个动词 那么 non siamo mai stati in Italia 注意一下 mai表示从来没有 那么这种表示否定意义的副词 我们说过了 使用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non 才可以 这个词是morto nascere 出生 过去分词是nato acere 意思是使谁谁喜欢 那么过去分词是biachuto 其实它是一个规则的过去分词 但是呢 为了发音 我们要多加上一个i 接下来还有比如 gostare 花费 还有比如sembrare 看上去像 servire 对什么什么有用 reuxire 在它后面如果加上一个前置词 a的时候呢 就表示能够做某事 reuxire a fare qualcosa divendare 成为变成 durare 持续 那么我们来造一句很简单的句子 发生了什么事 这句话很口语哦 就是 que cosa es suceso 那么再来一句 你最后能够完成工作了吗 那么这里我们用reuxire a fare qualcosa 那么注意一下 主动词用essere 所以你能够完成就是 sei riuscito a a怎么样呢 后面要加动词原型哦 完成工作就是finire il lavoro 那么最后最终 我们就是用a la fine 所以连起来整句话 sei riuscito a finire il lavoro a la fine 好 那么第四种情况 书上给我们列出来了是 自反动词 那么自反动词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第九课才会学到的内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稍微提一下 自反动词就是一个正常的动词 后面去掉a加上c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动词 是自反动词呢 alzarsi 起床 zvellarsi 醒来 lavarsi 洗澡 等等 那么这些动词 我们知道了 他们在用助动词的时候 用essere 那么具体这些动词呢 我们等到第九课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讲吧 那么关于essere 做助动词的动词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用avere呢 首先是我们上次讲过了 所有的职务动词 都用avere做助动词 比如 quiamare quiamare就是给谁打电话 比如 mangiare 吃 dire 说 那么我们造个句子 他吃了一个披萨 很简单 a mangiato una pizza 好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某些不极物动词 那么我们也讲过 我们只要记住 哪些不极物动词 是用esere做助动词的 就可以了 因为剩下来的 都用avere做助动词 那么这样的动词有很多 比如 dormire 睡觉 ridere 笑 那么他的过去分词 是不规则的 是riso 还有比如 biamgere cu 那么过去分词是 biamto 还有比如 caminare 走路 lavorare 工作 好 那么我们来造句句子 他们工作了好久 我们说 ano lavorato 好久呢 我们就用很多个小时 per molte ore 连起来 ano lavorato per molte ore 那这里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per加一段时间 和dà加一段时间的区别 per加一段时间呢 是指过去 或者将来的一段时间 而dà加一段时间 意思是指 到现在为止的一段时间 所以啊 per加一段时间 一般是用在进过去时 或者之后 我们会学到障碍时里的 比如说这句话 ano lavorato per molte ore 意思呢 就是指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工作了很久 那如果我说 lavorano dà molte ore 意思是 他们工作到现在为止 工作了很多时间 所以一般性呢 我们会用现在时这个时态 好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 avere的情况呢 就说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种 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既可以用essere做主动词 又可以用avere做主动词 这样的动词呢 一般性 它会有两个意思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gambiare 意思是 改变 更换 那么我们来看两句例句 第一句 jana a cambiato 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了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他 gambiare 在当不及物动词用的时候呢 是用essere做主动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basare basare我们讲过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路过经过 还有一个是度过 那么很明显 路过经过是有位置移动的 所以他一定是用essere做主动词的 而度过 它是一个节目动词 所以说 它是用avere做主动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两句例句 第一句 habiamo pasado un mese in montagna 意思是 我们在山里度过了一个月 那第二句话 sono pasate ya due ore 意思是 两个小时已经过掉了 那么这里这个过 就用essere做主动词了 再比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finere 完成 那么一样 finere有完成做某事 还有什么什么事情完成 这样两个意思 那么来看一下这两句例句 第一句 o appena finito di studiare 这里就是完成做某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用avere做主动词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刚刚完成学习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la lezione è finita una hora fa 那么这里 unora fa表示一个小时之前 那么la lezione è finita 就是表示课结束了 所以说这里 我们用essere做主动词 好那么 和这个三个动词情况相似的呢 还有一些比如 sendere 意思是下车 下去 那么 还有过去分词是 还有过去分词是 还比如 上车 上去 还有比如 开始 那么它就是finere的反译词 还有比如 那么它的过去分词是 那么这些动词呢 大家注意一下 在理解它的意思之后 再来选择它应该使用的主动词是什么 好 今天呢 我们这个沉上旗下的一课 当然是要做一些小练习的啦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接着上次的一国万花筒 今天呢 我们还是来讲讲意大利的历史 上次呢 我们讲到 古罗马帝国在暴动中被推翻 然后呢 成立了罗马共和国 由元老院管理 那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上次也说过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 罗马人征服了地中和沿岸 几乎所有的国家 横跨了亚非欧三大洲 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 其实是和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 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呢 也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种非常初级阶段的三权风力 那么哪三权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方面呢 是我们说的元老院 他们权力极大 可以向执政官提出各种执政建议 事实上国家最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元老院做出的 第二方面呢 是公民与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呢 是有权选举各类国家官员通过和否决各种法律草案的机构 那么第三方面呢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执政官啊 他们由公民大会中的百人团会议选举出来 是罗马军团的统帅 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 卸任后十年之内都不得再重新当选 这样看似相互制衡的政治权力分布呢 也给罗马共和国带来了将近500年的政治太平 其间呢 在公元前450年发布了著名的十二同表法 后来也成为罗马法的基础 但是这样的政体之中其实潜藏了太多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 因为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 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 此外 在罗马人征服其他国家之后呢 与被征服国家的人民之间矛盾日积月累 这样的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灭亡 公元前一世纪 罗马政局混乱 罗马公民内部呢 也分为敌对的两派 一派是维护保守的元老院的利益的保守派 另外一派呢 是旨在改善社会现状的改革派 在这样混乱的执事当中呢 三位著名的将军见入头角 他们分别是 庞培 Bombeo Klaso Klaso 和凯撒 Julio Cesare 那这里三位呢 庞培曾经当选过执政官 担任过西班牙总督和小亚西亚总督 也曾为消灭地中海的海盗 做出重大贡献 由于战功卓著 庞培成为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将军之一 科拉苏也当选过执政官 曾与庞培联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努力起义 废除了保守派领袖苏拉所制定的许多法律 诺书了苏拉的财产 并通过出售其财产 获得了巨额财富 他写钱给债台高筑的元老院的元老 与庞培共同控制了罗马的政治 而凯撒呢 出生于罗马的贵族世家 但当他出生的时候 他家族其实已经衰败了 然而凯撒却在平民的支持下 成为革新派的领袖 并在西班牙任职期间 表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 那公元前六十年 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 这三位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人物 结成了罗马史中的前三头政治联盟 在三巨头中 凯撒的年龄最小 势力也最弱 但他善于利用政治联盟加强自己的实力 公元前五十九年 凯撒当选为执政官 卸任后 他被元老院任名为高卢总督 任期五年 又延期五年 凯撒任总督期间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征服了法兰斯的其他地区 并把战火烧到了海峡彼岸的不列颠 在战争中凯撒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获得了伟大军事家的声望 培植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的军队 公元前五十三年 时任叙利亚总督的克拉苏 战死于东方战场 庞培与凯撒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加剧 作证罗马的庞培控制了元老院 他对凯撒的军事才能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十分担忧 他操纵元老院通过了禁止凯撒返回罗马的命令 凯撒决定用武力回击庞培 公元前四十九年 他率军返回意大利 迫使庞培逃往希腊 后来庞培在希腊又被凯撒击败 被迫逃往埃及 在埃及被人暗杀 追杀庞培到埃及之后呢 凯撒爱上了埃及女王 克拉奥巴特拉 在埃及逗留了数年 于公元前四十五年返回罗马 他强迫元老院任命他为终身独裁者 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罗马之主 凯撒利用手中的权力 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试图铲除引起罗马内战的根源 他限制元老院的权力 给予更多的人罗马公民权 他不断强化个人权威 膨胀的野心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罗马贵族传言 凯撒要取消共和制登基称王 元老院的元老对此都十分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开始阴谋策划刺杀凯撒 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在罗马元老院大厅 一伙以凯撒养子 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青年 趁其不备 将匕首刺入了他的胸膛 那这位权亲一时的凯撒大帝 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在历史学上呢 有人把凯撒称帝的这一年 定义为罗马共和国灭亡的那一年 但是呢也有其他的说法 那么具体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 古罗马共和国又是怎样再一次成为了罗马帝国呢 那么我们只能聊到下一次啦 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先上了这里 意犹未尽的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啊